打造原子原味的这个台湾夜市文化 626夜市在南加州越来越行 上个周末再度登场 哇 人气买气强强棍 还举行了626先生小姐选拔 现场竞争相当激烈 而选出来的冠军呢 有机会加入东森新人王 电视节目的主持人阵容 户外小吃摊贩 排队人潮 就知道626夜市又来了 不过舞台上还有更迹经的 四个阳光大男生 都是要来角逐Mr.626 逼逼看谁最有资格代表华人区 并在东森新人王节目中露脸 可能Mr.&Mrs.626 会参加主持人 EGTV Top Idol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兴奋的机会 来到中国视频 这些人都没有来到台湾 他们真的非常有趣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好机会 他们学习 学习 成为一个品牌的性格 要当626最佳代言人 可要通过冠冠考验 从比赛撕T-shirt 展现man power 到服装走秀 大男孩们 有的用夸张搞笑的动作 有的秀书低沉嗓音 展现个人特色 不仅会再要抢眼 参赛者还得要熟知 626华人社区 最后由这位男家大高柴生 以亲和形象 掳获评审青睐 这四位大男生每一个人都展现自己最青春的活力 然后每一个人就是要来竞选Mr.626 来当做这个华人区的代言人 女生都选 李敏锦 李敏锦 也要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打赛者 等等 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